强尽久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 背白发 朝如青丝木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 末世金君空对月 天生我才必有用 钱金散尽还复来 烹羊宰牛且为乐 会须一饮三百杯 曾夫子 胆秋生 强尽久 背莫停 与君歌一曲 请君为我轻耳听 忠古转于不足贵 但愿长醉不复行 古来圣贤皆寂寞 唯有银者刘其名 陈王西时艳平乐 都就十千次欢雪 主人何谓言少钱 竟须孤取对君者 五花马 千金球 或将出换美酒 月儿同宵万古愁 李白在强尽酒 以诗中表达了 对淮夏不遇的感叹 又抱着乐观 痛打的情怀 也流露了人生几何 当即时省乐的消极情绪 但全是洋溢着豪情异性 取得出色的艺术成就 《强尽久》及其代表作 李白永久的诗篇 即能表现它的个性 本是为长安放缓以后所作 思想内容更为深沉 艺术表现更为成熟 时由黄河起兴 感情发展也像黄河之水那样奔腾激荡 不易把握 而通篇都讲饮酒 字面上诗人实在宣扬送酒行动 而且诗中用心上肯定的态度 用豪迈的气势来写饮酒 把它写得很壮美 也确实有某种消极作用 不过反映了诗人当时找不到 对抗黑暗势力的有效武器 酒是他个人反抗的兴奋剂 有了酒 像是有了千军万瓦的力量 但酒也是他的精神麻醉剂 使他在沉眠中不能做正面的反抗 这些都表现了时代和积极的局限 理想的破灭是黑暗的社会造成的 使人无力改变 于是把冲天的激愤之情 化作豪放的行乐之举 发泄不满 排浅忧愁 反抗现实 枪尽酒 原是汉岳府短销挠歌的曲调 熟汉岳府鼓吹曲 挠歌旧题 题目异议集劝酒歌 宋书 汉鼓吹挠歌十八曲 有强进酒曲 岳府诗集 强进酒谷册云 强进酒 成大白 内容多写 艳影游乐 涌唱饮酒放歌的事 宋和成天 强进酒篇约 强进酒 庆三朝 被繁体 建加油 在延朝会进酒 且以儒手荒之为鉴 若良昭明太则云 洛阳青脖子 但虚游乐饮酒 而以唐代李白 沿用岳府鼓体 写的强进酒 影响最大 李白永久的诗篇 极能表现他的个性 本诗为长安放缓以后所作 思想内容更为深沉 艺术表现更为成熟 诗由黄河起兴 感情发展也像 黄河之水那样奔腾激荡 不易把握 而通篇都讲饮酒 字面上诗人是在宣扬纵酒型的 而且诗中用欣赏肯定的态度 用豪迈的气势来写饮酒 把他写得很壮美 也确实有某种消极作用 不过反映了诗人当时 找不到对抗黑暗势力的 有效武器 酒是他个人反抗的兴奋剂 有了酒 像是有了千军万马的力量 但酒也是他的精神麻醉剂 使他在沉沉中 不能做正面的反抗 这些都表现了时代和阶级的局限 理想的破灭是黑暗的社会造成的 诗人无力改变 于是把冲天的激愤之情 化作豪放的行乐之举 发泄不满 排陷忧愁 反抗现实 李白在《枪尽酒》 以诗中表达了对怀才不易的感叹 又抱着乐观 痛打的情怀 也流露了人生几何 当即时行乐的消极情绪 看全诗洋溢着豪情异性 取得出色的艺术成就 《枪尽酒》极其代表作 这首诗非常形象地表现了 李白桀骜不驯的性格 一方面对自己充满自信 孤高自傲 一方面在政治前途出现波折后 又流露出纵情享乐之情 在这首诗里 他演绎庄子的乐生哲学 表示对富贵 盛贤的藐视 而在《好隐形乐》中 实则深寒怀才不欲之情 全诗气势豪迈 感情奔放 语言流畅 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李白借题发挥借酒交仇 抒发自己的奋机情绪